這個特別聚會是我們去等候神、聆聽神 去求神帶領我們如何帶來復興這個神的心意 當我看這個世界的局勢 我真的覺得末期是非常近的 我很多時候保守地說10年至40年 其實現在來說我有原因是覺得在10年至20年之內 是最後的大災難會開始的 而大災難是基督徒需要面對大災難的 有些人說災前被提其實是沒有聖經的根據的 這個我不是今天所說的 今天我第一說到我有什麼原因會覺得 因為我不是單純覺得的 是有聖經的根據的 有些就不是直接聖經根據是世界的歷史 只是世界發生的事 但都是有聖經形容的情況 第一就是這個疫情 聖經有說到瘟疫 這個疫情現在來說真的很難控制 好像很難清零 到底影響有多大呢 始終總是有人感染 而有些國家又要清零 所以變成了來往的飛來飛去很多問題 又會影響國際的經濟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普世變暖 令到不停有熱浪 人會熱死人 還有缺水 最厲害的就是缺水 其實現在很多地方是很淒涼的 如果你上網YouTube去找一下不同的地方 你會發現有些很恐怖 有些地方真的很恐怖很淒涼 而缺水都農業有問題 很多地方根本做不到事 也都因為水源戰爭 為什麼水源會有戰爭呢 因為很多時候水源在一個國家 由水下流流到不同的國家 而上流的國家 它有一個方法 折了水去它那裡用 第一個方法 它那裡用得最多 第二就是做一些壩 那些壩用來產生電力 結果下面的水流 一會就沸了很多水 它一放的時候就有很多水 因為它什麼時候放呢 多人用電的時候就放了 有些時候小人用電 它就不放了 所以下流的人很淒涼 變成他們會有傾向想打仗 或者很不安 很不喜歡 現在的地方很多缺糧 如果你上網看又熱又缺糧 譬如印度巴基斯坦 50度 很恐怖 也有很多國家嚴重欠債 那個嚴重欠債程度 他們直接承擔不了 那些人的物價高漲得很厲害 譬如我們聽到的 就是斯里蘭卡 斯里蘭卡 他們那裡欠債很厲害 但其實很多國家都排排隊 都在這個情況 而國際的政治對立鬥爭 這個是非常強的 有很多國家都隨時有戰爭發生 這是你可以數得到的 我們不說什麼國家 大家可以想像到 還有基督徒被迫不 在全世界更多 很多地方不准傳福音 不准傳福音的時候 耶穌說福音要傳遍普天下 即是說那個機會已經是最後的機會 因為再封閉的時候 根本沒有機會進入那些地方 當然那些地方也有基督徒 他們可以在裡面傳福音 但困難很多 而有些國家真的 我們都很難想像 他們裡面的基督徒 怎樣存在和怎樣傳揚 例如北韓 真是非常困難 因為一抓到馬上是非常嚴重的 好了 我們知道這個情況 真是很近了 那個時間是很近 所以我們不要想著 還有很長時間 我們想著其實 我們真的預備好自己 給神使用 而在末後日子很重要 就是給神帶領 神要跟我們做什麼呢 而很可惜很多基督徒沒有這個心 即是他覺得 我信耶穌就行了 我需要什麼帶領 什麼復興 為什麼這麼緊張 我回教堂 我也聽話 但其實聖經講到 我們德性是靠高揚的保協 和他們所見證的道 所以一正是基督徒去影響 而太多基督徒是軟弱 我們看一看 展覽主演二章十七節 我寫了給你們 你們可以一起讀 神說 在末後的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僑伴 煩有血氣的 你們的兒女要說如言 你們的少年人要見儀仗 老年人要做義務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僑伴 我的仆人和侍女 他們就要說如言 在天上我要顯出奇事 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跡 有血有火有煙霧 日頭要變為黑暗 月亮要變為血 這都在主大義明顯的日子 未到以前 到那時候 凡頭告主明的 就必得救 我們讀了 路加有一章十節 那裡講到是末世的 那時耶穌對他們說 民要攻打民 國要攻打國 地要大大震動 多處有飢荒瘟疫 又有可怕的倚仗和大神跡 從天上顯現 但這一切的事已先 人要下手拿著你們 逼迫你們 把你們交給會堂 並且收在監裏 又為我的名 拉你們到君王諸侯面前 但這些事 終必為你們的見證 所以你們當留定心意 不要與先思想怎樣分數 因為我必是你們口才智慧 是你們一切敵人所敵不住 莫不倒的 連你們父我弟兄親族 朋友也要把你們交官 你們也有被他們害死的 在這裏 《詩路行傳》二章十七節 講到神話 很多人說 是否有先知 是否有便宜象 作業務 這裏是神話 在門口的日子 而這個經文應驗 是何時開始呢 就是《詩路行傳》 因為當時彼得說 這是應驗 聖經的預言 就是神話 在門口日子 在門口日子 什麼時候開始呢 就是五旬節開始了 在新有時代開始 我要把我靈囂灌煩有血氣 就是神想 所有他的遺慮都被聖靈充滿 而後面講出 有些什麼跡象 就是你的遺慮要說預言 其中一件事 聖靈臨載會帶來的後果 就是說預言 還有見異象 作異夢 還有我要把我靈囂灌 我的佛人 四類他人 就要說預言 這裡 其實聖經有其他地方 講到聖靈的恩賜 譬如在哥林多詞十二章 有講到知識的言語 智慧的言語 有作先知 有行義能 醫病 便別諸靈 和說謊言翻謊言 這些的恩賜 其實很特別 我們發覺 講到聖靈的恩賜 很多是比較超自然的 雖然信耶穌也是超自然 生命改變也是超自然 但是 我們都會分開 有些是 很多雕徒都接受到的 會信耶穌 會悔改聖靈的工作 他們想到聖靈的工作 就是會悔改 會信耶穌 這是對的 都是超自然的 但有些人覺得 太超自然了 因為是牽涉神戚其事 是會病得醫治 會趕鬼 這些對於很多人來說 是非常之陌生的 尤其在這裏 講到 見義象 作義無說預言 這個真的 很多人來說 是覺得很大的衝擊 也有些人說 他說 我們聖經有66卷 難道你現在 預言是67卷 其實我們回答他 很簡單 我們領受到神的訊息 並不是一些新的啟示 即是說 神說 我要叉驗你做什麼 我要叉驗你去宣教 我叉驗你做什麼事工 或者神說 想我們向某人傳福音 這些是神跟我們講的說話 這些不是新的啟示 即是好像聖經的時候 保羅西拉奉參見出去 聖經跟我們講 這不是一個新的啟示 只是一個指示 有時候聖經會指示 我們要悔改 這是每一個基督徒都收到的聲音 就是說 我們犯罪會覺得不舒服 這是第一個聲音 有些人聽不到神的聲音 如果真信耶穌一定有知序 還有被神的懷疑改變的心 即是聽到神的道 還有看聖經會有神的意念 意念向我們講說話 這個意念有時候 有些人真的聽到聲音 有些人就沒有聽到聲音 不過總之凡是耶穌的羊 耶穌說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 所以一定會聽到的 而這裏講到 其實這個因子可以加強的 一方面就是我們都聽到神的聲音 就是我們知序、悔改 聽到神的懷疑 會有動力去改變 這些都是神的聲音 但是當我們越進入神裡面 就越多意念 我自己來說 我先知性就不太強 但我都發覺我是有超自然的啟示 什麼超自然啟示呢 神是給我一些方法怎樣處理罪 我聽到聽了很多年 我很少聽到人這樣說 在內心裡面 當我一留意到罪 立刻深信他的破壞性 這是德性五部曲 我覺得是神教我的 當我留意到的時候 留意到罪的意念 立刻知道他的破壞性 然後聖經教我怎樣做 聖經吩咐我怎樣做 然後祈禱求神聖言 給我力量 第五選擇 這就是德性的鎖匙 怎樣呢 明明想罵人 很多人好像覺得很難 但我會這樣說 當我深信我聽神說好的話 神一定會喜歡 但如果我說破壞性的說話 罵人傷害人 神一定不喜歡 我的生命一定打折球 一定有破壞性 而有時不一定 我犯了很多罪 才有很大的破壞性 有時一樣小罪 可以令到一個人倒下 為什麼呢 那些人會說 他會這樣說 一個人可能說一句說話 侮辱另一個人 然後其他人對他完全失去信任 他可以完全影響他的 所以破壞性不是 譬如他所犯的罪 好像是他人生中百分之一 但他的破壞可以是百分之三十五十 六十七十 甚至有人因為一句說話 捉住他坐牢 都可以沒有 所以這個就是 知道罪的破壞性 我聽神說多好 所以我就祈禱在他心裏 立刻說 如果我想自己得福 想生命發揮 走在神的完美計劃 我就聽神說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我自己來說 我在這裏意念 我會盡快幾秒鐘之內處理 譬如有一個人一邊說我 一邊無理取鬧 那我心立刻處理 我沒有做錯 我做錯對不起 請你們原諒我 有什麼地方你告訴我 他又說不出我 不過他無理取鬧 有些攻擊 有些做了不好的事 其實我都有不同時間 都有經歷這些 在我心裏說 神就會教我 立刻處理 就是我需要被他影響 他傷害人是他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如果我有錯 我要認錯 但如果不是我的錯 我不用吃他的垃圾 所以我就選擇 他一直說我 我一直看著他 我心平穩安靜 他說我什麼 他說我蠢 我做錯什麼什麼 不要緊 你說什麼是沒有權命的 不會實現的 我心就 好 你告訴我 為什麼你說我蠢 我做錯 我有什麼做錯 你告訴我 我會很平靜跟他說 我不需要跟他吵架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 我吵架是傷害了神 在我身邊的計劃 就是這個 我以前做了基督徒很多年 做了牧師很多年 我都沒有這個方法 很多時候是什麼呢 覺得 犯了罪 求主赦免就赦免 所以不要緊 我現在先犯了 真的有這種意念 但我現在不是這樣想 我知道犯任何罪 耶穌說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厲害 是真的更加厲害 更加慘的 所以我立刻會處理 我真的發覺 很多人覺得很難的事 情慾的事 可能覺得很難 但我就會說 當我被情慾影響時 會破壞我生命 但如果我珍惜我的太太 珍惜我的婚姻 神就喜悅 所以我一有這個罪意念 立刻我選擇 聖怒 不去想 這樣的時候 是可以處理到的 即是人平穩安靜 這真是神給我的意念 有些人 每一個人有不同的恩賜 神給我不同的教導 網上都可以看到很多 我幫助主 神給我這些教導 每一個人不同 有些人說 很少了 我生得很少 其實只要我們去平穩安靜 放下那些煩惱 放下那些重擔 放下那些雜念 那些罪的意念 以神的事為念 就是由聆聽神 提醒我們的罪開始了 我犯罪 我求神 有些什麼我應該做 我就改 開始的時候 神就越說越多 其實我在這十年 是最多最多 領受這些教導 在這十年 我是覺得很大的恩典 所以我鼓勵每個基督徒 都追求更加聆聽到神的聲音 因為耶穌答應的 有些人說 不會的 我親自有一次聽過有個牧師 跟一個信徒說 那個信徒說 他說 我祈禱聽到神的聲音 那個牧師說 不是的 這個不是神的聲音 他立刻否定 但耶穌是說 我的羊聽到我的聲音 保羅自己真的聽到耶穌跟他說 你在這個地方 你有多長的時間 告訴他 我和你一起 即是 真的跟他說話 有些人說 保羅才可以 但是我們根據這個經文 這個經文去到什麼時候 我們要看那個時間 他們就說到 你們要說預言 變異像 作業無可言 然後 就是天上我要顯出奇事 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跡 有血有火有煙霧 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 要變為血 這些 和主大而明顯的日子 未到以前 這個就是世界末日 而裡面講到這些神跡 血有火有煙霧 日頭變黑 日頭變黑 月亮變紅 變血 我們在路加福音有一章 我們看到的 那裡說什麼呢 是 第十一節那裡說 有可怕的異像王大神跡 從天上顯然 即是說在末世的時候 在馬太二十四章 就有講到日頭變黑 即是說這個呢 原來就是聖經所說的 是有末後的日子的 那所以呢 《釋良主義》二章十七節 我們要識經的就是由聖經不同 首先由那個經文本身 然後由上下文 那個經文上下文 然後由整本聖經 那這裡講到就是 顯出 我要顯出 這裡講呢 我要顯出 是講到神要顯出 有些是神跡 有血有火有煙無 有些是神造成的 有些是魔鬼的 因為有可怕的異像 和大神跡 從天上顯然 有些是魔鬼的 有些是神的 即是怎樣呢 即是魔鬼他的工作 他會做一些奇怪的事 以至那些人就 信了一些假先知人 那這個就是有假的 和有真的 在末後的時候 他會有這些災難的 好了 那這裡就說 日頭要變黑 月亮要變為血 是主大而明顯的日子 未到以前 那時候 凡求告主命 就必得救 即是說 在主耶穌大而明顯 世界每日之前 這些事就會發生了 在那時候 凡求告主命 就一定得救 即是說 這就是新的時代 凡求告耶穌就必得救 所以這個經文告訴我 由五旬節 至到末日 都會有預言 異象異目 是這個經文很清楚說到的 是會有發生的事 所以 這件事是我們可以追求 不過追求的方法 很重要 有幾樣留意 第一就是處理生命 處理罪 第二 不要注目在聽到多少聲音 注目在我自己有幾聽話 我要你聽話 神你叫我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 神說你去傳福音 我就聽話 即是當有個意念 來到 那個東西合乎聖經的 是沒有抵觸 而是當時說 是應該做的 譬如明明有個人在那裡 忽然間有個意念 你去去傳福音 這個一定不是魔鬼的意念 你也有時不是自己想先的 就是自己有個意念 彈出來 如果自己想先 也不是神的意念 因為聖經說 在《弗洛比書》二章十三節 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們身裡運行 為了成就他的美意 即是說 神跟我們的合一 去到的程度 甚至會有時立志做一件事 走出來 都是神在我們身邊運行的 所以這些意念 當我們自己想去做 這個很大可能是神的感動 譬如我會跟一些人說 你如果長期都想去傳福音 這個就是神給你的呼召 如果你長期都想去傳道 這個就已經是神的呼召 有些人經常都說 都不知道是不是 只是我想的 那是不是呢 如果他想做傳道 不是因為他沒有什麼做 有些人什麼都沒有 做傳道就好了 所以他只看到牧師上台說話 很多人都聽他說話 我想做牧師 很多人都聽我說話 這是錯誤的 但如果他說 我真的看到傳福音是不容易 因為傳福音要幫人信耶穌 鬼滅的生命 我願意去做 我都願意去做 這個就是神的意念 他一直持續有的時候 這個是神的意念給他 所以我們放下自己的意念 我們的心以神的事為念 我們留意有些是我 我想都想不到的意念 我自己經歷很多 也有人告訴我經歷很多 譬如我太太 她告訴我 她有時起床 還有有時睡覺 神會教她一些事情 還有提舉 有些事情還沒做 很神奇的 我以前識奴閨主的太太 她也試過一次走出馬路 她一走出的時候 她不在路口 在中間過 即是在元朗區域 那些街路 很多時候可以走過去 她走過的時候 突然有個聲音說 不要走 然後她停了 立即有個車衝過來 這個都可以是神跟我們說話 有時我們留意一些我們沒有想到的意念 尤其在快睡著和剛醒的時候 也有時在夢中會有些意念 有時不在意的時候會有些意念 我們便去分別寫下 去留意這個是不是神的意念 而多些安靜的時間 但在神裡面不需要煩躁 什麼事都是神的手中 耶穌說我的騙是容易 我單止是興神的 因為他負責一切 所以我們可以輕鬆享受神 深信我聽神說神一定喜歡 就算有杯糧水神也喜歡 所以我做什麼我親近神 是遵從神真心的 神一定喜歡的 那人就會開心 很多人是不開心的 不開心是難得收到神的信息 就會收到什麼信息 憂傷的信息 經常都說很慘很慘 心裡總是想很慘 但如果他時時都想到神 現在很歡喜我親近他 我感謝他 他又很歡喜 他又很喜歡 他又欣賞 他又跟我一起 我常在他裡面 他常在我裡面 他一定會帶領我 這樣這個人就會時時有很正面的心態 也都神得更加容易跟他說話 所以我們學習這些 就是經常都是一個意念 我時時都這樣鼓勵自己 是根據聖經的應許 我祈禱神就很喜歡 不是說我祈禱好個人 而是個個真心祈禱神也喜歡 不是說我特別喜歡 不是個個都一樣 個個愛神神一定喜歡 我們做神吩咐的事神又喜歡 我們思想神的話語神又喜歡 我孫說神的話語神又喜歡 我幫人神又喜歡 我親近他他又喜歡 總之凡是合乎神心意的 他都喜歡 聖經又說到神為愛他的人 所以被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到 所以我們就說 我聽完神話 愛神 神就把最好的給我 想都想不到的東西 這樣那個人就很正面 這都是聖經說的 我都試過跟牧師說這個意念 他說 我真的沒有想到這件事 他真的說 挺好的 因為現在很多牧師都很痴 有點累 不是很多 因為有些牧師都做得很辛苦 所以覺得很難 但我又說聖經話說 他騙是容易的 但只是輕省 我們附的騙 即是他一起附的騙 他一起做那件事 拖著那個泥 跟我們一起做 不是我們自己做 我們去收我們沒有勞苦的莊隔 耶穌說到別人勞苦 你收他的莊隔 這個是說到神去勞苦 又是我們收他的莊隔 所以基督同學會得輕省 這是神給我的意念 那些人越輕省 就越容易收到更多 從神而來的信息 也都是以神的事為念 就不是只顧著 我何時可以賺大錢 何時可以升職 何時可以跌分 何時可以生兒子 有些人只是想世上的事 但如果我們以神的事為念 神是會指示我們 我們便會收到神的訊息 六加二十一章十節 那裡開始也講到活世 那個次序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看聖經 用心去看 我給大家少時間看一看 這裡講到災難 然後跟著甚麼發生 然後這件事對我們有甚麼提醒 大家看一看 六加二十一章十節 至到十六節 有些要講到的次序 其實很簡單 如果大家看到 即是災難之後發生甚麼事 其實不是之後 即不是那一堆事 十一節到十一節 十一節 十一節 所有的事 一部份的事 不是所有的事 之後是 這些其中的事 之前 是甚麼 人叫下手拿著 是的 即是叫甚麼 我們叫做 迫伯 這件事就是說 民意攻打民國 也攻打國 很多人都說 整天都發生的 地震動又發生 不過這是在家劇中 季風溫疫 現在是越來越嚴重 又有可怕的異象 或大神之 從天上演現 這件事是未發生的 這很大可能是末期 敵基督出現之後發生的事 由這一切的事 以先人要下手拿著領回 其實現在已經有基督徒被捉了 已經有很多被捉了 但也很大可能說到 這些可怕異象 和大神跡 從天上演現 就是最後期災難之前 就會基督徒被捉 有些人一聽就很害怕了 很多基督徒是沒有心理準備的 耶穌如明我們真的會受迫伯 這個世界沒有一個地方是行現的 有些人說 迫伯怎麼辦 神不會讓所有基督徒被捉了 為甚麼呢 在契事錄提到 一直都有基督徒 他們德性是因高揚的血 和他們所見證的道 所以當中都有基督徒所見證 所以基督徒不是全部會被捉的 怎樣呢 在這個經文說給我聽 我們先看看這裏說甚麼 它說你不用想說甚麼 你立定心意 即是你現在想定 預備定 不是到時先 而是現在預備定 不用預先想著說甚麼 因為我必赤你口才智慧 是你的敵人敵不住 學不到的 這裏說到聖靈會跟我們說話 如果聖靈會跟我們說話 告訴我們怎樣回答敵人 他亦都一定會告訴我們 甚麼訊息 在受迫伯的時 如果基督徒不是馬上死 他一定會跟我們說甚麼訊息 寓言 但你再聽清楚 基督徒會受迫伯追殺 但基督徒在大災難中存在 神要跟我們說甚麼 我們才能夠繼續存在 還有當時要受受印才能賣賣 包括買食物 所以神一定要跟我們說甚麼 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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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寓言甚麼 寓言 寓言 就是去哪裏 為甚麼 因為如果要保護 一定去哪裏才能得到保護 還有怎樣有食物 怎樣可以有安全 所以到時神會跟我們說話 我們聽神的聲音更加重要 現在基督徒更加重要 我希望每一個聽到這個訊息的人 都會用時間 留意神跟我們說甚麼 想回神曾經幾多次跟我們說話 感到我們悔改之罪 要我們怎樣聽神話 遵從神 傳入呼音 是奉神 神跟我們說那麼多 我們便留意 神一直有帶領我跟我說話 我便留意到越多 因為到了末後 神便要說 你要離開那些地方 很簡單 有些地方有了人面識別 那些地方 你一走到街你便馬上知道 所以有些地方是要避開的 神會跟我們說 但我又不是叫大家 我們現在快點避開了 其實是很重要 我們都在一些地方是困難的 在那些地方 傳人呼音 和更新人的靈命 我希望大家都是以這個心意 神的心意為念 就不是以我自己的安全 因為當我們以神的事為念 神一定會珍惜我們 以及會保守我們 使用我們 提升我們 甚麼人在大災難最安全呢 就是神體重的人 那些人是有影響力的 肯聽神話的那些 在大災難 神一定會盡力地保守他們 讓他們能夠有更長的時間 去影響這個世代 所以這裡是告訴我們 在這個大災難的某一個時候 開始 基督徒就會被迫白 而在受迫白的時候 聖靈會跟我們說話 所以更加需要我們 不斷去留意神的聲音 去聆聽神的聲音 其實很簡單的一個方法 大家可以開始聽到神的聲音 一個方法很簡單的 我們嘗試祈禱想回以往犯過的罪 一直想的時候 一定會有不同的感覺 湧出來 那時候真是壞了 為何會做這種事呢 為何會這樣 一定會有這些意念 這些都是聖靈提醒我們的 我們又不是不斷停留在內疚的事 而是神答應了赦免 所以我深信神一定赦免 我悔改神一定赦免 不過我都要留意 我以後不再犯這個罪 我怎樣去處理這個罪呢 這個是個個都可以做到的 就是想回我們犯過什麼罪 當我們想回的時候 神會讓我們湧現這些意念出來 要讓我們悔改的 這件事我可以告訴大家 但我常常有的 我常常想回一些以前犯我的罪 當我們想回的時候 我就會學習恨護那個罪 神是這個罪真的不好 破壞我的生命 神是我憎護這個罪 我不想再犯這個罪 這個就是神 透過當我們想回的時候 跟我們有交流 然後我們就 越來越留意到神跟我們講話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在日常生活 時事都留意 神對我們有講些什麼說話 也都將一些重要的訊息寫出來 讓神帶領我們 在這個時候大家有什麼想問 想討論 比如說其中一個討論 大家在大災難 大家會不會很害怕 大家想到大災難 大家會想到大災難 有沒有心理準備 肚子不重要 不要緊要 死也死也死啦 不過有時候不是只有死 我什麼都看 我什麼都看 那些人怎麼折磨人 我都看 我知道發生什麼事 這個世界 我知道是很恐怖的 我都在想,如果是這麼恐怖的發生 他真的用一些很恐怖的方法的時候 我可以怎樣做呢? 心理上我會提醒自己 我呼求耶穌給我力量,教我現在講些什麼說話 因為你說了,你會給我的說話是敵人敵不住,擋不懂,擋不懂 我就說,神啊,你教我怎樣做 到一個時候,我們身體都頂不住的時候,神啊,你摺破靈魂 但我預了是會有辛苦的 我說多一點點,我每次去牙醫那裏 我都想的,這個牙醫是好人 他做的事,我們是很信任的 但有一天如果那個不是我們信任的牙醫 是一個很殘忍的人,拿著刀的時候 我說如果這一陣不是一個牙醫是一個殘忍的人 我會怎樣處理我的懼怕呢? 我這些都想了,我聽不懂大家 我不是叫你經常想這些,只是說你心理上有準備 大家想到大災難的時候會有幾多懼怕,擔心啊 因為你說,不要緊,在神的手中就行了 另一樣,我有想過,就是魔鬼會很懂得用方法 他會捉住我的家人,要脅 你不討厭耶穌我就將他殺死,我就將他殘酷對待 或者捉住我的家人,又捉住我 然後將我殘酷的對待,傷害人 然後就和我家人說,你要否認耶穌要怎樣 但是我都會和我的家人都會說定 如果有一天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想著保住這條命了 就是聽神說有永恆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而這個好像很害怕,但我會這樣想的 在神裡面是有封城的因緣的 所以在大災難是會經歷更大的喜樂、平安能力 會看到神跡歧視是我們想都想不到 可能那時候能夠移山 一敵人來的時候移座山擋住他 或者一敵人來的時候,忽然間多一封牆 可以擋住我們,神都可以做這些 或者好像走出那個監牢都可以 這些都是神可以做的事 我自己都說,在那時候 我們一定會見到更多神奇的事 所以我是有期盼我會見到大災難的過程 現在我覺得很大可能 很大可能是會見到的 因為我看現在發生的事 我覺得這個時間是很短的 很大的問題 我們會看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